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为您分享AWS CodeBuild的课程 今天是第二期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构建规范文件 对 如果您要想使用CodeBuild的话 那咱们首先干什么 需要建立这么一个规范文件 这个规范文件是干什么的 这个规范文件 它告诉CodeBuild该如何编译 如何打包 如何测试咱们的项目 这个在使用CodeBuild之前 是必须要建立的文件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的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建立构建规范文件 这个文件名默认叫做 BuildSpec.yml 咱们一般都用XML 对吧 在Amazon的规范里面 用的最多的是YML 好不好 OK 是这样 这个规范文件 您可以随意定义文件名 但是小马推荐您 使用Amazon规范 就叫做BuildSpec.yml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厦门这是一个官网 在这个网址里面 有这个文件的语法描述 小马带您一起来访问一下 做拷贝 咱们一起来试一试 这个是小马的官网 给您访问一下 好 大家请看 这是基凡版本 如何构建咱们这个规范文件 在里面有这个文件的详细的语法的描述 内容相对比较多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 小马会一点一点的把这文件给大家讲明白 是不是 是这样 如果这个文件的语法您不会的话 是没法再往下进行的 比如说今后咱们用CodeDeeply进行部署 您是没法做的 所以说这个文件您必须要理解之后 咱们才能够进行今后的课程 没关系 小马会一点点的给大家讲解明白 接下来 干什么 咱们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咱们要做两个工作 第一 构建规范文件 第二 把咱们构建的规范文件 加入到咱们工程当中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进入操作步骤的部分 干什么 咱们先建立这个规范文件 大家请看 这个文件名 咱们叫做buildspec.yml 好不好 OK 下面是一段文件内容的描述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不应该叫做json 叫做yml 也是可以 OK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语法 咱们不想做过多 过深入 过细碎的讲解 咱们就讲最简单的 大家请看 一上来 是它的版本号 0.2 对吧 那咱们就0.2 是吧 咱们说怎么不是1.0 这咱都不用管 就叫0.2 OK 接下来是一些个构建的阶段 哪些阶段 咱们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文件中 列出了这么几个阶段 比如说 咱们系统的安装阶段 然后是打包前阶段 打包阶段 以及打包后阶段 OK 那么咱们在安装阶段干什么 咱们就假想 咱们现在有一台里纳克的虚拟机 好不好 咱们在这台里纳克的虚拟机里面 咱们需要首先装一个Node.js的运行时 可以吧 您可以装Java 可以装Python 装PVP 装什么都可以 小马今天假定咱们装Node.js 然后它的版本是12 其实是这样 Amazon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默认的运行时 小马在这下面有一个网址 给您记载了所有的到今天为止的运行时的一栏表 小马先带您现在访问一下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现在当前Amazon给咱们提供的 可供咱们去安装的运行时 大家请看 居然还有安卓 DOTANight Golang 够远 没有问题 对吧 Node.js Node.js现在它支持到最大的是14 没问题 然后Java的版本 PVP Python 咱们能想到的Luby 它都给咱们提供 包括Windows 是吧 OK 那么咱们就可以在这个运行时的地方提供 咱们打包环境 注意 不是运行环境 是打包环境 需要安装哪些个运行时 小马今天给的是Node.js12 好吧 OK 接下来 在命令的阶段 就是说 咱们在这个系统中 要执行哪些个命令 安装什么 或者设置什么 这个处置化的文件 都可以 小马在这个地方 仅仅是运行Linux Echo命令 干什么 咱们一会儿在运行的时候 会向控制台 输出一个message 这个message就叫做 安装运行 是Node.js的12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在编译前 其实很简单 今天小马给您看到的 都是这个阶段名 以及这个命令名 在编译前的生命周期的时候 咱们会向控制台 打出一个编译前prebuild 好不好 然后在编译的时候 咱们仅仅是输出命令 大家请看 编译前 咱们给个开始时间 然后在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在系统中 还要输出一个node-v 有事说 咱们在上面 安装了node.js运行时 接下来 就执行下node.js 看一下咱们安装 是哪个具体的版本 好 对不对 然后在编译后的生命 周期的时候 咱们继续向控制台输出命令 编译完成 同时给个时间 是这样 这个文件 其实就相当于是 Linux的一个shell脚本 它只不过 按照生命周期 stage 分的比较的详细 这个也便于咱们今后的规划 或者说规范 对吧 OK 那么这个文件内容 就是这样 咱们把这个文件 如果导入到咱们code commit 然后在执行编译的话 code build 就会读到这个文件 按照咱们文件的描述 进行工作 那么咱们接下来干什么 把这个文件 放到咱们code commit当中 好不好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先进入到咱们的code commit 好的 咱们目前只有用myweb库 对吧 里面只有这么一个indexhtml文件 那么我把这个库 已经取得到本地 好不好 那么咱们在现在库的基础上 咱们再添加这个buildspec的yml的文件 对吧 咱们mywebml怎么念 念yaml 念yaml 是吧 OK 咱们试一试啊 拷贝上这个文件的具体的内容 OK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好的 然后咱们get status看一下 在里面对吧 然后咱们呢 先提交到本地 做一下 然后加上一个message 好的 清一下屏 status看一下 没问题 本地有一个未推送的提交 把它推送上去 OK 这样的话 咱们get库呢 或者说咱们code commit库呢 就算准备完成 大家请看 文件已经上来了 对吧 咱们点击给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咱们原代码 或者说咱们项目组 把原代码已经编辑好 同时做好了 该如何打包编译的规范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应该调用code build 干什么 让code build呢 去从code commit里面读到这些个原代码的内容 然后呢 遵循咱们定义的规范 进行打包编译测试 对吧 这个呢 是接下来咱们code build要做的工作哦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在正式使用code build之前 咱们先建立一个构建规范文件 咱们下期呢 就使用这个规范文件 进行咱们的打包编译的过程哦 OK 那本期视频呢 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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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